合并是在城华高雄 高雄市长陈菊带着市府局处首长 炮轰中央 因为县市合并后 中央两年来亏欠高雄近300亿经费 回想当时中央推动县市合并时 马总统曾这么说 可县市 不论是你有没有升格 你都会得到比前更多的补助 两年前承诺 补助只会多不会少 实际上县市合并后 高雄市摊开这两年的数字 以合并前100年补助当基准比较 连续两年给高雄的统筹分配款 虽然增加46亿多 但一般补助和计划型补助却大幅减少 两年就缺少了293亿多 最严重的就是巴巴风灾后 迫切需求的治水 从合并前补助9成减少为7成 经费也还有293亿缺口 再加上劳健保欠费补助 中央也是重北清南 让城局不得不问 难道高雄人的密不值钱 面对这样的不公平 我们怎无可忍 我们要求给对待高雄公平 吴志强说升格这么久 却像是穿着不合身的衣裤 我快要升高中了 你还给我穿小学生的裤子 对不对 这个话听不懂吗 配套措施大有问题 8月10号 他带着议员北上拜会王金平 指中央该给的不给 有人头脑不清楚 到了28号还炮轰公债法未修 中央当我是白痴吗 9月2号更大阵仗的邀集 蓝绿将五党级7名重量级的立委 向中央要钱 蓝营里 卢秀燕 江启臣 杨琼英都出席 绿营也有蔡启昌 何欣纯 林佳龙 连五党联盟 严清彪也来了 不分颜色通通来捧场 为了公债法 屡次杠中央 直以五都改之后 财政部反而限缩 举债上限 可能会引发地方的财政危机 胡志强选在2014七合一选举前 大动作频频当国民党大乌鸦 也让人解读 是为中台湾选举提前布局 好 关心 你刚才看到 有高兴青春丁丹教嘛 台中青春丁丹治教嘛 男女双方各一个人 其实不只是郝龙斌 最近在呛马英九总统 说让扁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 我昨天看到很多特殊节目 很多名嘴说 郝龙斌怎么呼吁特赦呢 变成是特赦 要求更恐怖 这还是知名的名嘴 叫做特赦 其实郝龙斌的说法 是叫做走保外就医的流程 现在好 包括好力强嘛 朱立伦也说 这是在八月19号的联合部 新北举债濒临上限 朱立伦呼吁修正财政划分法 新北市政府昨天通过了 明年度的总预算 1590亿 举债已经濒临公债上限 中央一般性的补助又缩水 一般性的补助缩水多少 56亿 所以朱立伦说 财政收支划分法 公债法修法延宕两年 对新北市很不公平 这是朱立伦说的哦 你刚才有看到 赖清德也说了 这是联合部说 赖清德说 财化三法赶快通过 他向马总统说 什么时候呢 台南市只能吃账 享有直辖市应有的规格跟待遇 不要忘了哦 升格已经两年了哦 所以自由时报说 为什么财政吃井教苦 四都总预算都很难编 我请教师博文 啊五都独了好龙兵之外 为什么四都不分难力都在喊穷 到底为什么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当时五都升格 完全不是为国为民为地方 不是就是为了国民党一党之师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法 包括财政划分法公债法 甚至其实还有行政区划法 还有地方赤路法 都应该在五都升格之前 通通修法修好 有了完整的配套之后 你才能够升格嘛 当时就是为了急救张 为了国民党担心说 民进党去卡到台北线 故意让台北线延任一年 然后呢 造成他这个选举的利益 所以当时五都升格 简直是莫名其妙 好那我们现在话再讲回来 五都既然已经升格了 延宕了两年多 到现在还没修法成功 请问立法院 民进党有在党这些法案 没有 到目前为止 通通都是国民党在 在搞这些事情 国民党立法院也占多数 为什么 他五都啊 升格之后 他财化法不愿意去修 很简单嘛 你财化法修了之后 该怎么分配那个大饼 依照法定程序分配得好好的 可是我只要不修法 这不是很好吧 这样地方有自主权吗 没有错 我们觉得很好 可是就国民党来讲 这有什么好呢 最好你们都来拜托我 我通通通用补助 一般补助 专案补助 我用补助的名义给你 我用红包给你更好 我不用用法定的这个 啊 划分一大块 依照法定该给你多少 就给多少 所以有些县市长 包括国民党县市长都在讲啊 这个不是我们在求你 是你本来就该给我们的 我们去这个 你看去新北市 新北市升格啦 新北市的民众 你有感受到说 因为升格之后 除了官街升等 公务人员加薪之外 民众有具体感受到 升格的好处 没有 这个就是资源分配不公 可是小军 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边讨论五都 包括这个桃园准直辖市 这些都市如果都在叫穷的话 云林 嘉义 屏东 我不知道这些其他县市 要怎么办 所以台湾 不是只有人民的贫富差距 县市的贫富差距 其实也在慢慢形成 你注意看哦 这是台南市 税初还删减金长门预算 七十亿呢 然后这是 我刚刚看到新北市 对不对 新北市也是一般的预算 它说缩减多少 来 新北市 中央一般性的补助 缩水五十六亿呢 徐老师 这个是不分蓝绿 通通都是这样子 这政府到底钱到底花哪里去 为什么这样子 如果只有陈菊涵 我们可以说 这有蓝绿的问题 以前有农业县市在喊 现在也不是嘛 大家通通都一致 南北如果是只有 赖清德的陈菊涵 我们说南北问题 没有啊 胡志强也在喊啊 朱立伦 哎 这两个可不是绿的哦 所以我意思说看这事情 不要从蓝绿的角度看 那胡志强嗆他说 你中央根本是怠惰 这个话是太重了吗 还是真的是一针见鞋 我就讲清楚啦 谁把你当小学 谁把你当白痴啦 谁脑袋不清楚 讲清楚啊 中央是谁啊 你不要在那边讲 这个没有主持的 小军为什么这四个人 都要这样讲 除了选举要到 更重要的是 我是直辖市啊 可是我直辖市 是看起来像直辖市吗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多标准他都没办法达到的 我意思说 台北市为什么不讲话 台北市钱多啊 那你马云九要不要来做重分配 马云九不肯做这个事 小军这个很好笑哦 郝龙斌讲阿扁的事情的时候 是谈蓝绿问题 可是这个 他们四个人谈的是 城乡差距的问题 这是台湾最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哦 马总统你应该好好 把他们四个人找来 好好讲清楚 来 郭东大哥 我是不知道台中市长胡志强 是在摇拔插什么问题 看一下标题好不好 我们没有冤枉他 曾预算胡志强 轟中央代表 我如果是马总统的话 我马上跟他讲 外面穿西装里面穿定制裤 送你两条定制裤 胡志强是五都升格合并 唯一获利的 可以第三任市长的 如果那时候没有为了选举合并的话 今天胡志强 还在当台中市市长吗 他早就已经不知道调到哪里 去跑去哪里了 可是他也说真话了不是吗 对 可是你现在听我讲啊 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啊 为了当时为了选举的骗局啊 这颗炸弹两年后才博雜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想想看 合并了 不要讲新北市 然后博文公新北市 你们市民有没有觉得你是一等公民 变成都市公民 不要说一千北市啊 你只看高雄县 你变成高雄市民了吗 台南县你变成台南市民了吗 台中县那县 比较乡下的你变成台中市民了吗 骗局 所有都是这些 为了选举当中 因为选举的国民党 这些官司会输去 是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了 说你整个配套作业都没有啊 你不认识说 夹过去来来 同时问派问一下啊 兄弟变成区就好了 让我这样叫做合并的 国土规划 你有提出一条线吗 你欢迎你有身杂这些吗 都没有 那时候内政不从的 什么人从的 你要聊他吗 我看不懂就是江仪化啊 统组江仪化临来 那时候你一直跟他说了 说你跟着两行的问题吗 一个不在籍投票 一个就叫合并升格吗 人家疑我疑我疑我 做个行政因分与党啊 现在所有的五岛市长都在咬巴刺 我也提亲郝隆斌 然力要和谐 你要主动提这个事情 中央财政收支化风华 因为你台北市占的太大便宜 你应该割一块肉说给他们 我不要那么多 因为你下一任不是台北市长 可老实讲 我们在要求好市长同时 关键的是马总统的态度呢 那当然他健保会不负 他中央还背了一半 前四百亿再背一半 不分蓝绿都在喊穷吗 对啊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那因为你没有这个法都没有 你把它合并起来 你怎么 你叫这些县市长两年的 他们为什么会爆炸 为什么会点点啊 马总统点点 陈冲也点点 可以这样子吗 来我们继续要讨论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中央态度 他说台中市已经升格直辖市 却适用省辖市举债额度 根本是国中生穿小学生的裤子 行政态度 他说这根本就是伤害市民的福祉 那么行政院回应说 公债法修法要列为 下个会期的优先法案 那么丹冲是这样 丹冲在那中午五时就报导说 这个行政院说财化法 公债修法中央没有延宕 可是中央补助少三百亿 丹冲说这是惩罚高雄人 惩罚高雄人 可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现在大家都在插没钱 这是我们今天 三立采访中心我们所发的稿子 我念标题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政府钱怎么花的 第一则 标题叫做连政署的民调 扎79万 国科会哀轰 就是说有48个教授 诈领国科费的研究费 为了房度不时开销 现在国科会想出板子 想出法子说 要做连政署民调 然后另外一则 这是连政署民调 另外一个呢 这个标题叫扯 中有罕穷 竟然扎五亿元盖训练所 这训练所是什么 这是一个 在嘉义市原本有一栋 占地万瓶的训练所 老旧了 现在中有要再花五亿 新建人事训练所 这是第二则 这是我们今天的稿子 然后我们看好像还有一则 叫做吃定你 台电不改革 购电金又要涨了 编列 台电最近不顾社会观瞻 编列二三十亿的福利金 然后新年度的预算送到立法院 被列为检讨还包括什么 包括台电还有胆 编列1.6亿元的奖金 年度增幅将近一倍 真的是吃定你 看还有没有 还有一则 油店长中油发三十亿元的福利金给员工 来续仲大哥感觉怎么样 原来穷 可是穷了半天 原来政府的钱是这么花的 不过这个法律上是这样规定 如果每一家公司 不管公民营的 他如果按照他公司的营收 提拨0.05%到0.15% 所以中油台电现在提拨这个福利金 请立法委员可以严审 到底是提到最高0.15% 还是0.05% 这是法律规定的 不管公民营公司都要提拨这个钱 只要有营收就要提拨 法律的规定 台电中油应不应该你这个钱 过去台电如果涨价 他营收增加 马上可以把福利金提高 这我坚决反对 我这样说一般的民众听好吗 把我们开架之后 结果他的收入政家 可以从收入政家里面 够拿败福利金 我相信这到底没给你 所以在这过程 我觉得今天台电中油这个案子 现在马上省预算 我希望不是新闻报完了 我已经看了20年了 新闻报了 预算照过 今年如果再过 今天开始 我要看 不要等到最后一天 立法委员说挑灯夜战 通过什么法案 从今天开始我要看 立法案开始报道了 今天我觉得全国人民 你在这边骂 包括我们这边在批评 这一次立法委员 不要等最后一天 最后倒数第二天 现在从国营事业的预算 到各部会的预算 今年我觉得该删的就删 如果今天你认为 他提拨因为涨价 提高福利金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那你就应该要删掉 不要到时候 还照原本通过 因为常常立法委员 我都知道 都拿这个给人 没没没没没要删预算 是你给我删什么东西 我就帮你过 这历来都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把它挑出来 我就看看 今年的立法院 包括三法 五都的这个财化法 公债法非常重要 我认为不要等到最后一天 只要民进党 有40几位立委 他们不会反对嘛 这财化法的部分 国民党没有反对 这部分党派的话 趕快让他 在会期开始 重大反应就过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重大的工程 来 宏威 不过我回应一下旭中 我可以跟你保证 最后应用统删的方式 统删的意思 三个百分之零点零几 那个大概都是零头的部分 所以老师长 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不过有关于这个财化法 就是现在它全部都喊穷 那原来我对财化法 有一些了解 就是当时在好几次修法里面 那时候我们都有 在跑新闻 其实整个财化法的架构 它是在中央集权又集钱 我们其实 中华民国整个的财政制度 就是中央集权又集钱 那另外那个 所谓的那个统筹分配税款 它主要是集中在 过去的台北市跟高雄市 所以光是台北市跟高雄市 它就是法定的 是超过40% 剩下来的 才是其他的县市去分 所以其实我同意 当时的整个的五都升格 它是一个完全的 是政治考量 其实我们最早在国土规划里面 从很多就是过去包含学者 包含政府 已经非常长时期的 就是三都 北中南 就后来就整个的政治考量啊 就是其实老讲 民进党国民党耳遇我炸 那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 哇国民党好坏 就是要用五都升格 来获取政治利益 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国民党很猪头 因为当时就是变成五都之后 其实高雄跟台南就是沦陷啊 不然的话原来的 整个像高雄市高雄县 会不会真的是完全全输呢 也不一定啊 所以就说你常常就说 你真的算计过了头 最后事与愿违 但是回过头来 今天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国土规划 或者是城市的升格 不能因为政党的利益 回过头来就是在整个的配套的措施 那现在呢 现在不是蓝绿问题 说实在从市长到立法委员 来争这个东西 因为对不起 因为我是台北市 那我还是会 我是台北市民意代表 我还是觉得台北市钱还是不够啊 对不对 老实讲 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这个是成本最低的一个政治语言啦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讲 可是到了立法院 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平心惊气 真的为了整个的地方的发展 或者整个国家长远制度的发展 去修一部 真的可长可久的才华法 对不起 我跟今年的预算一样 我也不报太大的信 但是我觉得选民要各自监督 你的选区选出来的立委啊 休息片刻 还有更多的议题要讨论 停马的中常委啊 这一次中常会的改选很难看 可是呢 很多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表现也很差 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长 天下杂志所调查的满意度 都是吊车尾 怪怪喔 有些选区 国民党都吊车尾 那些杂志 到底为什么啊 我们都很想知道吧 马上回来 说国民党改选喔 停马中常委得票很难看喔 来我们听听看马总统的反应 总统 担不担心停你的中常委被封杀 敏感问题 马总统没答 就因为有中南部党代表 不满施政成绩差 马总统却表态 要连任党主席 好 要连任会不会这是一个极大的警讯 因为来这个是上次第28名的陈明毅这次落选了 立耿贵方 丁弗中常委 因为41人这次抢32期嘛 丁弗第10名 现在14名 赖素如呢 丁弗第15名 现在20名 却没杀 这个上次保证名额这次第29名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 那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氛围 四都不分蓝绿在呛他 停马的中常委 现在呢 纷纷重见落马 权力核心 这是面临绷解吗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有这样的情形 立委凭见出炉 这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以咱们公布 八会的第一名 都是公有外交国防 经济委员 财政教育 交通司法 第一名的表现 都是民进党的 然后呢 有八个委员会的 待观察名单 14名栏委 列入待观察名单 八会第一名都民进党的 然后呢 这是 今天天下杂志公布的 前五名的 县市首长的满意度 第一名赖清德 林聪贤 刘正宏 张花冠 陈菊 除了刘正宏之外 前几名的通通是民进党执政 调查尾 最后的名字 张通融 金融市长 倒数第二名 郝隆斌 胡志强 朱立伦 王前发 我想请教 这是怎样 人是吊车位 但是人家很厉害 你们很饱饅 为什么 那些 我看观察的 蓝营立法员 都最后都当选 为什么 其实今天这台清德市长说得最好 他说虽然我比较散 但是每一千千 我都很珍惜在用 结果 你看天下杂志评鉴 民进党的都在头上 郝立强 可以说所有的医生 资源中都放太多 结果调查要调到后面 你光是以自由财源来做比较的话 五都里面第一名是台北市 买的名是台南市 买的倒数第二名是高雄市 所以你看说不是说这个冠军党 如果有钱 他就做得到 这也没必然 完全是说在于执政者 他也没有心来处理 民众所碰到这些困难 其实中央政府也一样 中央政府怎么会没有钱 可是秦美 我必须要说几句话 表现得很差 现在列委观察的 跟吊车位都是郭明洞 可是郭明洞人家会选举 那为什么 当然会选举 因为有党产吗 听你说 跟马英九停满的中常委得票难看 我怀疑这是马英九的意思 你像全民意这种 跟他说话 说国民党里面 外交你认为 跟马英九一个青年村都贪 马英九不得罢了 不要以为这样 国民党的本质 它是NP四种的 如果马英九不点头 他们这些人会落選 他们的票不是只盖一个 是盖一串的 当然规划里面 这些人要换掉啊 薛老师内部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我就要从好龙定开始